大王 歡迎收看二分之一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來 身體不舒服 你現在是不是以為你這樣害兩生 我就會問你發生什麼事 如果你不想聊 幹嘛啦 怎麼了嘛 不是嘛 因為前陣子六月份嘛 那個六月新娘很多 大家都趁在那個時候要結婚嘛 我老婆每天忙得要命喔 忙到那邊三更半夜才回家 三更半夜才回家 是沒有錯啦 可是你看一回家 早也不洗 累得倒頭就睡 這是什麼生活品質 你怎麼會這樣擔心他呢 這早已經在外面洗過了 在外面洗過了 可能是跟新郎聊得很晚 所以兩個人就先去洗好了 兩個人一起洗嘛 因為這樣省水費啊 因為最近水費真的比較貴 你到底胡說八道到什麼時候 明明就你自己在胡說八道 什麼跟新郎聊得很晚 我有先胡說八道 有 那一定是被你們氣的 被 你自己在那邊胡說八道 你不要為了愛做出這麼多 很奇怪的事好不好 你這樣會給他壓力 因為畢竟這整個家 是他賺錢在支撐 你也沒有掏出錢過啊 那掏什麼 還有什麼 你說 掏心掏肺 不值錢的東西 什麼不值錢 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探討說 有時候你愛一個人 會為他做很多事情 可是這些事情是真的 不會給他壓力嗎 蛤 就是說 對啊 會是這樣嗎 你關心他有沒有洗澡 這就是一種壓力 這樣 這真是應該關心的事情好不好 好啦 所以今天我們要好好來探討一下 這到底是愛還是壓力 對 所以今天我們也請到了 為了親愛的犧牲奉獻 有什麼困難 完全沒再怕 我們的台灣團代表 歡迎三位 但對面呢 塑形不良 又想為所欲為 另一半只想逃 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歡迎 俗話說 我為人人 人人為我 但有時做太多 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今天就跟著來賓 和各國行男們來看看 究竟你一半這些幫助 到底是愛我還是愛我呢 台灣人呢 會為了另外一半的作品 在做什麼事情 會讓你們老外覺得很驚訝嗎 會嗎 我們只是為他好啊 我覺得 有的人他們就會覺得說 男生帶我們女生出去吃飯 就是要男生付錢 可是在外國人來講 他們都喜歡GoDutch 就是就算我今天跟你出去約會 也應該是各副各的 所以我老公剛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就覺得 就是很多的女生 就把這些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然後就他們會覺得 各副各是對女生的一種 尊重 尊重 那你們第一次約會的時候 是各副各的嗎 沒有 因為他後來 他就 他後來比較理解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男生出錢好像也是他 腦袋裡面是可以接受的事情 可是他都會一直跟我講說 很多他的朋友 跟女朋友一出去 然後女朋友 那時候沒有工作 然後那個男生本身 生意做得滿好的 然後跟那個女朋友約會完 他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要自己付錢 哦 哦 對 就是他們的腦袋其實是存在於 這樣子的關聯 就是GOLDACH 大家都是 我也看得起 就AA字啊 對 他們就覺得自己付錢 好像是耶 對 不覺得嗎 還是他老公想說 又要跟他吃飯 又要付錢 那是你 那是你 對 我覺得 不只是那個付錢的關係 我覺得我跟台灣 我有看到台灣男生做一件事情 是跟我們西方人 就是完全完全不一樣 每次我看一個台灣的夫婦 男生跟女生過馬路 都是那個男生 很像當那個警察一樣 他就先 對啊 好 那個路可不可以過 如果我們兩邊都沒有車的話 他就抓那個女生的手 然後就拉著他過馬路 然後他 或者是 或者是 男生要走在外側 女生要走在外側 對 外側 我被抓到 我以前 我沒有特別換邊了 然後女友 你很不貼心 你怎麼可以抓 我說 怎麼了 你走在裡面了 我一定要坐在外面 我說為什麼 如果車子來了 他會抓到我 所以這意思是 你希望車子抓到我就對了 可是女生比較嬌弱啊 因為我跟我老公 講過一樣的話 然後就是他就自己 跟他走在裡面 然後我就走一走 然後我就說 你不覺得你要走在外面 保護我嘛 對啊 然後他就抬頭看到我 然後他就說 那如果車子撞到我呢 那我們就可以幫你送醫院啊 重點是 重點是 他就說 如果車子撞到你 我還可以抱你 但是如果車子撞到我 你又抱不動我 然後我說 對 你當看就會覺得說 其實沒有什麼 只是一種 女生就是比較感覺派 這就是一種感覺 就是覺得 好像你們什麼事 都先想到我們 然後媽咪面板 對 有車子來你不會不躲啊 對 那我們反而會覺得這樣女生 其實好像她自己 真的是把自己 當成越來越弱啊 所以我 我們會為了這件事情吵架 因為我看這個行為 我會很不爽啊 而且過馬路的時候 對 我們很喜歡男生牽著我們一起過 但我老公都是一個人 就橫衝直撞 然後要過 然後剩我一個人 然後就在對面 然後我就說 那我呢 他說你要趕快跟上啊 那我問你喔 那有一天 老公不跟你在一起 然後你要自己過馬路怎麼辦 你都不會過 一般男生很矛盾 對 每一個人都在講說 女生為什麼要把自己搞得這麼弱 然後女生太強的時候 在那邊講說 你幹嘛這麼強 對 然後我就跟我們老公說 就是你要牽著我 然後他說 可是牽在一起 兩個一起被撞呢 他為什麼那麼怕被撞 對啊 那就是要用保險啊 保險買高一點 他就是覺得說 兩個人一起是 一起的風險 他說如果今天這麼倒楣 分散風險 對 他說反正我先過 一個人就現在安全了嘛 可是我跟你講 那也是讓你先過啊 這不是很莫名其妙 你知道有一天 他還跟我說 如果以後生小孩 我們就不可以 兩個人一起搭飛機 這太誇張了 到底這什麼意思啊 想得有點太多 對 我跟你講 你過馬路還好對不對 我那時候是懷孕 我老公就是他自己 完全不覺得他 他就是我 我不是孕婦 然後他就自己 對面紅綠燈剩十秒 他硬衝 然後完全也不牽我 他就覺得 就跟你你的想法一樣 他以為他是半個老外 就是完全就是 獨來獨往 然後就 反正你應該就會跟著我過啊 他完全連牽都不牽 他信任你啊 他覺得你可以的 他覺得我是個大人 對 他的肚子很大 胡子龍 你到底怎麼 娶到你現在這個老婆 對啊 我老婆就是 跟我在一起 有時候會滿辛苦的 就是要接受 你到底這樣 可是我們為了這個 我不會跟我老婆 找家啊 你們有這樣的想法 老婆一定要比你們man 才照得住你們 真的 比他man不難嗎 不難喔 是這樣 還有那個 就是比如說 柯龍哥走外面 車撞到他 車就凹了 我就是跟他 是會跟我女朋友說 其實車撞到我 是車會賠錢 我應該沒事 對不對 對 所以 但是我是我大的問題 就比如說我女朋友 如果她 有帶什麼東西出去 然後給我拿 這樣很不願意 包包嗎 對 就比如說如果我們在外面的話 我們去購物 我什麼都可以拿 或是我們去賣食物 我什麼都可以拿 但是你自己 帶自己的包包出來 然後你說 我不要太重了 給你拿 他這個體型背起來 我真的無法先 我也真的無法 我也真的無法 妳看一下那張照片 我 什麼包包 我也真的無法看 路上男生幫女生拿包包 我也不行 我真的無法 因為就是 太難看了 很多西方的男生 他就會覺得說 很奇怪 你的包包是你自己要背的 對 為什麼要給我背 所以我老公只要看到 路上有男生幫女生提包包 那不行 他就會用一種很鄙視的眼光 我也會 他就覺得你怎麼會這樣 你想想看 我們拿的那種手拿包 對啊 他在柯文哥身上就是牙線棒 你看他背那個包包合理嗎 我有帶喔 好可愛喔 你背這個 你可以看 這好奇怪 太小了啦 好奇怪喔 是不是你看一個男生 在外面走路 你就是背了一個保鮮盒出門 是不是怪怪的 很怪 你看到男生 說這個男生是不是有身心病 像我老公是比包包還誇張 他是像我們出去吃飯 然後他我都會說 你可以幫我看一下包包嗎 我要去上個廁所 然後他是連那種 你都不會幫我顧包包的那種人 他覺得說你的包包 就是你自己要幫忙保管 你自己要看清楚 你要上廁所你就要隨時攜帶進去 那你的媽媽包他會幫忙拿嗎 他媽媽包會幫忙背 可是我自己他就會覺得說 這是你自己的東西 你要自己保管好 台灣女生很愛幫忙男朋友 剪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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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 這個在國外不可能會發生 因為我們一定會給一個專業的人 就是剪頭髮 蛤我以為這在國外才會發生 對啊 不是我們國家 一定不是我們國家 不可能不可能 但是以前我的前女友覺得 我花太多錢 就是剪頭髮 所以她一直說拜託拜託拜託 如果我幫你剪頭髮 好 我可以再剪頭髮 我告訴你 這個帥氣的男生 哪一個 哪裡 哪裡 變成一個小屁孩 還不錯 很好看 很好看 比你現在這個有精神很多 真的 其實 只是你的鬍子要留 沒有 這個好像一個三角方團一樣 還OK 很好看 蠻俐落的啊 對 還不錯 我都想給她剪 不太好 可是我覺得這個點 真的有點誇張 像我之前 那時候有一個女友 她很想幫我剪頭髮 那我跟她說 我不要 我要一個專業的人 然後她說 你不愛我嗎 你不信任我嗎 如果你不給我剪的話 代表你就不信任我的聰明 我的技術 這有點走火入魔 對 我就說 好可以給她剪了 幫我剪得超級難看 就是現在這個髮型嗎 對 沒有 就是比這個還難看一百倍好不好 以前的女朋友 對 大學三年級的時候 我叫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一對 就是兩對情侶 就是一起去吃飯啊 聊天啊這樣嘛 就是大家都知道 女生在一起 就是會講中講起會比較 你男朋友還好 對你好 還是我男朋友對你好 什麼之類的嘛 所以那麼 那時候他們兩個 一直在聊聊聊 以後我就聽到一個很關鍵的字 非常的嚇到 那個女生說 你男朋友會幫你洗內衣褲嗎 其實我那時候其實壓力很大 我怕我女朋友聽到了之後 要求 你幫她洗內衣褲 對我幫她洗內衣褲 你有幫你的女朋友洗 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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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洗衣機OK 但是她是親手幫她洗 內衣褲就是要親手洗啊 我覺得 為什麼不行啊 為什麼不行啊 怎麼可以啊 可是你是說那個男朋友 她有這樣做的 對台灣人就這樣做 台灣的男生這樣做 桃紅色的T恤 為什麼不能幫她洗內衣褲 什麼意思啊 如果你夠MAN的話 就是自我形象夠好 你就不會覺得 這是一件很不MAN的事 對 好點 不要一直在洗腦我 還是不做 因為通常就是缺乏男子氣概 才會這樣子覺得 洗內褲好像很熱 可是如果你的自我形象意識 是夠好的話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很貼心的動作 這哪有什麼事 對啊 接下來這位型男是誰 我不認識 對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來自新加坡的趙群 你跟我們之前有一個叫余軒 長得好像 好帥耶 你根本給名啊你 因為我最近發現那個 名字裡面有裙的都很帥 那梁赫群呢 什麼耶 很帥 他就是拿我當標杆 你聽不懂嗎 我就是聽不懂啊 不然還有什麼裙 乙力裙 沒有 我自己遇到的是我一個 我的朋友 一個女生朋友 她很愛她的男朋友 非常愛 然後她幾乎每一天喔 我們去到她的家的時候 她家都是非常亂的 但是她每一天可以 為了她的男朋友 放工的時候下班 去到她的男朋友家 每天幫她打掃 也幫她洗衣服 幫她洗碗盤 全部都幫她做 然後就好像請到一個女佣 然後她自己的家很亂 非常亂 其實我以前是這樣啊 誰 我啊 怎麼了 不想聊是不是 沒有 聊啊 所以才問怎麼了 我以前也是這樣啊 免費的傭人啊 真的喔 就是去就會幫她打掃 因為就覺得你愛這個人 就希望她的環境整潔 然後讓她無後顧之佑的上班 我們就是這麼的 溫娘公 溫老 還拚 溫娘公檢檔啊 溫娘公檢檔 然後你回 有客家鄉 有客家鄉 我們就是想說幫她打掃 你再不打掃我我嘴要軟喔 不會啊 那這樣很好啊 對不對 你看你就贏得她的心啊 然後呢 還不是就這樣 但是你這樣子對她那麼好 你回到家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嗎 趙群你有什麼 你有什麼意見嗎 我們今天有做了一個字板啊 就是說各國人呢 會習慣為了愛甘願做 哪一些辛苦事呢 比是內衣褲還苦的對不對 德國男生 德國男生會做什麼樣的事情 放棄熱愛休閒 對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德國男生年輕的時候 身材都很好 可是長大了 不是 結婚了後 老了 就是變胖了 19度 因為很多都是 年輕的時候 一直愛運動 比方說 身邊很多德國朋友 愛打籃球什麼 籃球隊 但是問題是結婚後 老婆就要求她一直 可能週末要陪她 可是 在德國的籃球比賽 都是在週末打的 那這樣子 如果你是籃球隊的 老婆就覺得很麻煩 你週末可能不在我身邊 所以很 像我身邊的朋友 很多人都 放棄打籃球 然後就沒有什麼運動習慣了 所以老婆 就有一個老公 可是就是一個很胖的老公 但為什麼你們要放棄 是另外一半要求你們放棄嗎 對啊 因為太忙啊 練球可能一個禮拜兩天 加上週末還要去比賽 所以可能就是 一到五兩個晚上不在家 然後週末也不在家 老婆覺得 我們沒有什麼 可以相識的時間 她還要上班 不是那個職業球員 是那個她除了工作以外的 一個休閒活動 所以那些我的朋友 為了要賠另一半啊 對 放棄她的休閒活動 但是很捨不得其實 愛 老婆是老婆 可以這樣講嗎 對老婆多麼好耶 可以這樣說 對 真實嘛 後面就毀啦 對啊 在新加坡的話 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種族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 犧牲的點不一樣 但是在 如果 因為我們有分馬來人 還有華人 那如果是華人 任何一個種族 喜歡上了回教徒 就是馬來人的話 因為像我的家人 有我的表哥 我表妹 還有我幾個朋友 他們都愛上馬來人 所以你愛上馬來人之後 你要犧牲掉的就是 你不能吃豬肉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把你的中文名字 給改成馬來文的名字 照去 不是 這是中文 然後你改了之後呢 你要經過非常辛苦的一個過程 就是你要去洗胃 因為你之前已經吃過豬肉了 對 真的 我沒有騙你 為愛洗胃 為愛洗胃 他們那個好像不是洗胃 他們有一種特殊的東西 你吃下去之後 你就狂拉 狂拉 就是把你裡面的 武藏肉服洗乾淨 對 很辛苦 像我的家人 像我表妹他們都有 就是他們要結婚 然後你要經過這個椅子 你一定要洗胃 然後你才可以 完全很乾淨了 天啊 然後進入了回教徒 然後去認識 那幾天會有多不舒服 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是躺著的 不要 你那分體是躺著 就是沒有辦法動的 因為很辛苦 你真的很累 那如果這時候洗胃的話 沒辦法動嘛 是 那 那 這個時候 因為他為了你洗胃 他沒辦法動 他為了我犧牲那個 其實應該我會幫他洗 應該會洗吧 你可以 他也是有強調 用洗衣機 沒有啦 其實韓國男是很貼心的 沒關係不用了 沒關係你來不及了 我們看一下韓國 到底有多貼心 因為我馬上就要看韓國 很貼心 好 每月 節日都不錯貨 什麼 什麼節日 每個月都有那個 我們的交往紀念日嗎 你們是每個月慶祝 對 我個人是這樣 其實很多韓國男生也會這樣 是 因為我每個月的紀念日是24號 我到24號 我就會準備一個小蛋糕啊 卡片給他 怎麼了嗎 小蘭哥 我覺得很好 你真的就是 你也會這樣吧 我相信 我覺得你這樣做真的也是對的 對 你有在過每個月 你跟你老婆有過什麼節日嗎 七明節 就看日曆上有什麼節日 什麼七明節 你們會不會有自己什麼第一次接 我自己訂的啊 沒有那麼多啦 因為獅子座的人 他重視的是一種感覺 他要的不是節日 所以他對你沒感覺 有感覺 所以他要的是一種感覺 他要的不是說 日曆上面那個節日 然後應該要做什麼 不是 對 近年2018年嘛 我是2019年的行事曆上面 我提前會記好 就是明年的什麼紀念日 真的假的 有什麼什麼東西 對 對 真的 然後我 我都準備就是類似這樣啊 每個月的24號啊 對 我都幫他準備 真的 好可愛喔 然後 真的很有心 我本身還是大學生嘛 就是有暑假對不對 暑假 台灣的暑假很長 兩個月我都回韓國啊 這兩個月就無法幫他慶祝 有兩個月的24號沒辦法過 對 所以是我回韓國之前先幫他準備 先提早弄 然後放在他家的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地方 某一個地方 那個月的24 24號的凌晨 就是12點嘛 就是剛好24號嘛 那時候就打給他 跟他說你去 就是電話遙控嘛 對 炸彈就會炸了 不是啦 你為什麼就是見不得別好啊 對 好笑喔 那不是要慶祝嗎 你很奇怪耶 慶祝不是就是要轟轟烈烈的 沒有 不是那種 炸掉 沒有就是炸掉 就是我就打給他 我就找一個借關 你可以去那個藝櫃幫我找一下 有沒有我的衣服之類的 然後就找到 翻了就是有我的禮物在那邊 就是 對 給他一個驚喜之類的 這是一套還沒有洗的內衣褲 沒有 好用心喔 我很好奇 這個是女生本來要求的 然後你們配合他 還是那個是男生自己想出來的一個習慣 這是我們自己想出來的 但是一般的那什麼情人家我們一定會清楚 再來斯洛伐克的男生 這個比較少聽到了齁 斯洛伐克 懶得走 蛤 就背著沒有 有這件事 有這件事 對 女生很累不想要走的時候 我們會背著她 真的好 比如說 以前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女生想要看風景 但是我們爬到一半 她累了 她要休息 我們休息一段時間她說 她要回頭了 因為她太累了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有點難過 她真的沒辦法看到她 想要看到的風景 所以我說好吧 你來 你騎我就好 所以她跳上來 我 你騎我 你騎我就好 是騎馬嗎 是好像騎馬那種的想法 你上我的背就好 是背我 背我好了 騎我 可是妳有點怪怪 妳可不可以出來 跟胡亨貞示範一下 好害羞 可以可以 我真的要講 我就說妳的女朋友 也要像這麼小隻的 才可以 對 他們應該都背得動吧 他們感覺 不是這樣要看 就是愛她 還是不管她是 可是妳沒有背好 她就跌到山崖一下 可是如果妳女朋友 所以是危險啊 當然是危險 可是如果妳女朋友 是像梁赫群這樣身形的話 可以啦 可以 我不是 沒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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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到底峰叫不來了吧 去吧 太背了 妳可以溫柔一點 真的 我愛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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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她會出事耶 這樣子 臉都紅 她剛腳在發抖耶 誰 她啊 紫培啊 合理啊 我覺得她可以背很貼心耶 真的 因為我老公都會強迫我運動 因為她很喜歡走路 她說她每天要走一萬步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人生就是要多走路 多看一些風景 所以她就叫我從內湖走到101 太遠了吧 她太有一天她就起床 她說我覺得我們要去走路 我說好 那就在附近走走就好 她說我們去101 我說好 那我叫車 沒有我們用走的 你們走了多久 太誇張了 我走大概走四十幾分鐘 會不會美國人都這樣 因為美國很大嘛 有沒有 可是距離她也許會覺得很近 她覺得很近 賈斯汀也會那樣子 是不是美國人 賈斯汀可能晚上已經過了十二點 她覺得計程車很貴 她有一次 對 她是為了省錢 她有一次從101走路到士林 NO 很EPS 真的 超遠的耶 101走 你那邊走到101 四十分鐘算很近耶 您真不好意思 我剛剛突然一回頭 看到柯子培怎麼臉色八百 而且她臉不在爆滿 沒有 因為好像我的那個是破壞了 褲子破了 是 你看看你啦 怎麼會這樣 你讓你男朋友褲子破了 我有弄到你嗎 沒關係 真的愛 美國的男生為了愛 會甘願做什麼苦 才是遠距離接送情 遠距離接送情 多遠 就必說 你剛剛說 Justin 是從101走到士林去嗎 對 那個大概多 就是四公里吧 對吧 不止吧 內湖到士林去 還不承認耶 對 還有就是 其實那個你大紀元過去 可能要三十分鐘左右吧 然後就比如說 在美國 就是男生 就是男朋友 可能就是比較 chivalrous一點 就是他們會 就是為了很多事情 就是為了他的女朋友 然後 就比如說我哥 我哥哥在那個 Nebraska 然後他離他的女朋友 還滿遠 因為他們租不同的城市 然後他每天 那可能一個禮拜五到六天 就是開車過去找他 帶他回去 然後各一天早上 帶他回去他的家 然後那個距離大概開車 可能一個半小時左右 哇 對 然後你要想說 在美國的路 就是你可以開得很快 就是大概可能 就是120左右 所以你要想說 那個距離 他開120都要三四十 一個半小時 對 開120到一個半小時 好遠喔 因為你要想說 這美國真的很大的一個區域 對 對 就是比如說台灣 他們隨便說 吃個半很近很近 都半小時 對 對 上個半台灣可以放到 放在那個賓州裡面 哇 對 所以你跟我們說 什麼地方就是很遠的話 其實是那個 對我們來說是沒什麼 你知道嗎 走路四十分鐘 那就比如說 我上次會去美國 可能四年半 或是五年一次回去 然後我上次跟他講說 欸 你就是 好久沒看到你 要不要直接來飛機場 載我回家 他說 我有點忙 工作很忙 我說 每一天載你女朋友 一個半小時 再來再去 你不願意來找我在飛機場 我五年沒有看到你 他說 就是這樣子 好 謝謝大哥 愛你喔 他們可能每天 習慣這樣子的路程 突然你叫他去飛機場 他反而不會受人 所以你看 男生是可以被懸怨的 所以他們還是挑選對象的啊 因為像我老公 他接送請示 絕對不可能發生在他身上 他到底有辦法做過什麼事情啊 對啊 就真的就 做過什麼事情 他做過什麼事情 就是 還桌兩次這樣子 對啊 沒有 因為他接送請示 從我第一次跟他約會的時候 他就 他就說 我跟你講 你從 你不要要求我接送你 因為他說 所以呢 如果說 你要我接送這件事情 是不可能的 你就 台北市現在那麼交通很方便 你就自己坐計程車 或是坐公車 捷運都很方便 可以到達 然後像第一次我們約會的時候 他就 傳一個那個餐廳的地址給我 然後他跟我說 等一下下班的時候 我們就在六點在這邊碰 然後我就說 這個地方我其實不太懂 不知道在哪邊 你會來接我一下 他說 不要啊 這個你就 Google一下那個地址就知道 然後你坐個計程車 跟司機講一下就好啦 這種事情 不用再麻煩我過去了 這樣子 來回會浪費更多時間 所以你當初 到底什麼把柄在他手上 一定要這樣 對 對啊 咪咪來這邊講的故事 對他 是很關鍵 可是你的方向感又變好 對他就說他要訓練 他說訓練我 你一旦把女生訓練獨立 我們就不需要你了 真的 因為我們原本就是 比你們強的物種 你們還幫我們訓練 變獨立 那我們要你們幹嘛呢 對 就是我老婆跟我講 一模一樣的道理 他說我不需要一個爸爸 我需要一個男朋友 對 那個時候 可是我跟他說我覺得 如果你不會用地圖 在台北市 你沒有辦法用一個地圖 找一個餐廳的話 我會真的會擔心你 所以我會覺得說像我朋友 他爸爸 法國男生 他就完全一個超棒的例子 你知道 我那時候坐在我朋友家裡面 然後我眼睜睜看 他爸爸做了好多事情 我真的是每天嚇到 那個下巴完全要合不上去 他爸爸多麼的貼心 因為他爸爸比 就我朋友 他爸爸比媽媽 早一點退休 那自然就變成說 家裡很多事情 媽媽如果去上班的話 爸爸就要幫忙處理 所以我們那時候 住在家裡面 每天中午是他爸爸煮午餐 如果說冰箱的食材沒有了 是他爸爸出去外面買 晚上媽媽回來 媽媽會接手煮晚餐 沒有錯 可是媽媽吃完了 他就去客廳喝他的咖啡 所有的碗盤 是爸爸一個人在洗的 然後 對 因為我是客人嘛 我畢竟不是他們家的小孩 想說我偶爾也要幫忙一下 你知道嗎 他爸爸會把我推到客廳去 他就說 你陪媽媽一起喝咖啡就好 這種事情在我們家是這樣 誰煮晚飯 沒有煮晚飯的另外一個人 我們就負責去洗外 我們家也是 分配合作就對了 對 但是你知道嗎 我剛剛講說是媽媽回來 就會進去煮晚飯對不對 你知道他爸爸在他媽媽下班 一回來的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不管他爸爸那時候是在打掃 或者是說在他電腦前面看東西 怎麼樣不管 他只要一聽到媽媽開門聲 他第一個馬上站起來 然後衝過去迎接他的太太 然後跟他太太接吻說 歡迎回來 哇塞 然後 然後媽媽做飯是嗎 可是你去星光三越門口 他也會這樣 他不會在你接吻說 歡迎回來 他不會覺得說 這個女人為他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應該的 對 他是帶一種感謝的心情 對 互相尊重 但是你有看到對面那一排都在搖頭嗎 他們覺得這個行為很不可 怎麼了嗎 時間太行為 沒有 你看不起了是不是 那個發國男生有工作嗎 有啊 爸爸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 對 爸爸已經退休 那有時候另外一半做一些事情 真的是為你好 可是有時候會造成壓力 會反而讓你很... 對 我覺得台灣女生有的時候 可能因為跟我們 跟父母的教育 跟西方國家不一樣 可能 比較會像媽媽對待男友 變成有點雞婆 我覺得我們西方男生 很不能接受這種 比方說我去打籃球 那那時候可能春天 外面快二十度 那其實已經不太需要穿外套 可是女友就強迫我穿外套 但是你會... 你會感冒啊 趕快穿 我說 我流汗了很熱 我穿外套很不舒服 哎呦 你一定要穿 好不好答應我答應我 我就 哦 好 如果在德國的話 我會說我不要 那女友就說哦好 拜拜這樣子 但是台灣就是你不做 你會讓他生氣 我承認 因為我都會叫我老公穿外套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就會變天 然後我就說你出去帶件外套 他就會翻臉 他就說 為什麼每天都要叫我穿外套 你真的好奇怪哦 然後因為他們就覺得 沒有那麼整 很像小朋友啊 但是 他每次都會感冒 對啊 你看 就會一把火 就是很煩啊 叫你不穿外套 不穿外套 對啊 而且他一沒穿外套 一出去我有外套 他就會說 為什麼你有叫我穿外套 你居然想殺他 我不知道的一點是 就是不讓我睡覺是一個 你現在在炫耀什麼 不讓你睡覺 不是 我們想太多了 忙到天亮 想太多了 你要聊這個是不是 不是啦 我女朋友就是為了我的 好生活習慣 就不讓我 就是早上很早起 不管我是 我跟那個就是夢多他們 偶爾就是去喝喝酒 搞不好是 那就是一種墮落啊 對 沒有 半夜兩三天回家嘛 但是我隔天想要睡到飽啊 因為隔天沒事做 但女朋友還是堅持 早上氣得讓我起床 然後開始洗衣服 讓我一起分配工作 OK 他就是要讓你知道晚睡的痛苦 就是每天這樣 但是他可以繼續睡 當然啊 什麼意思 因為他前一天 他可以繼續睡 他前天又沒有跟夢多叔叔喝酒 沒有 他喝酒 他也有朋友啊 他跟朋友喝酒 還是他可以睡到飽 但是我不行 這是為了好嗎 是嗎 是啊 好 下一個問題 這不錯 這不錯 我是我的前女朋友 她是為了保護我的胃 她不讓我喝咖啡 那是對的 意大利人講 但是咖啡是 這不對了吧 不對啊 她的胃不好啊 就是我們在意大利 那個醫生跟我們說 我們一天喝三杯咖啡 是最健康的 東西 對 太多了吧 太多了 太多了 三杯 Espresso Espresso 很多啊 可是他們不是很小一杯 對 這是OK嗎 OK啊 三杯就是 早上 最早上的時候 一杯 吃完午餐 3點或3點半 最晚4點 第三杯 那是最健康的 但是他講了說 一天三杯健康 前提之下是你胃是健康的啊 你胃裡面有東西的 我的 就是 對 對啊 我們就是吃飽飯 我也是啊 我吃完飯 喝咖啡 因為幫助小話 會容易上廁所 好 可是他並不怎麼覺得 他會覺得喝咖啡非常非常的不健康 所以我們有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 我們住一起的時候 他只讓我喝第一杯 早上 第二杯 第四杯 我都變成說 我都被 他都被逼著 我去開那個摩卡戶 他一開始會關火 他一開始會關火 所以我的咖啡呢 怎麼都沒有味道 包出來就 他就關了 他就關了我的那個咖啡 後來 變成說我為了喝我的咖啡 我就是去外面偷偷買 帶口香糖 你看我的自由都奔著 他沒有人偷偷的概念是一樣 對 我就是去外面喝啊 就開始花很多錢啊 因為一杯拿鐵是覺得貴嘛 那我就喝兩杯 結果呢 結果呢 我們去義大利 然後他跟我媽媽抱怨 我喝太多咖啡 然後他媽媽問他 他說他喝幾杯呢 他說三杯 然後我媽媽笑到 因為我媽媽都是五杯以上 媽媽喝更熟 對啊 我們家有一個櫃子 然後裡面就是 各自會去買自己喜歡吃的零食 然後你想到的時候 譬如說看電視或幹嘛 你就是拿出來吃 那因為我們兩個口味不太一樣 我老公喜歡吃鹹的 然後我喜歡吃甜的 他常常都會說 因為我會問他說 你要不要一起吃 他就說我不要 這是甜的我不要 但是默默的我就會發現 零食櫃裡面 我的零食會完全不見 喔 被誰偷吃 被他吃光了 然後他就跟我說 不吃甜的 是不是 還是他帶別人回來吃甜的 我也有想過這件事情 他可能先吃鹹的 不是每個家庭都這樣 不是每個家庭都怎樣 都這麼可愛 喔 對 對 然後我後來我就問他說 我的那個什麼餅乾呢 譬如說我最近很迷吃杏仁餅好了 我說我的杏仁餅呢 他就說 喔 我不知道耶 我說是嗎 你不知道 然後我就看到他嘴巴旁邊 這邊有餅乾屑屑 我說你真的很扯 這就是偷吃還不到差距 是不是 沒錯 標準偷吃不到差距 然後一站起來地上 怎麼都是杏仁餅 然後我就說 你不是說你不喜歡吃甜的 為什麼你把我的餅乾都吃光 他說沒有 我就覺得很順口 看電視就吃完了 然後我就開始在那邊生悶氣 然後他想說要安慰我 然後他就嘴巴裡面吐出了一句 我真的覺得有夠不動聽的話 他說 他說我是為了你好 你想想看這個吃多了你會變胖 喔 這樣對嗎 這戒口太爛了 你就丟掉算了 你還把我吃掉 這戒口太爛了 有一個好的方法 你可以把洗衣粉的那個盒子 你可以用乾淨 然後把一個那個 一張紙放在下面 然後把你的餅乾放在裡面 為什麼 這樣子他就不知道 對 超聰明的 因為男生不可能會洗衣服 你知道為什麼我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之前就是愛吃東西 然後我的哥哥也會偷吃我的東西 所以我會用這個方法 去躲起來 我也要吃的 超厲害 這樣子他也 他找不到也不會想到說 為什麼洗衣粉裡面的那個盒子 有餅乾 累不累啊 Boom You're welcome 我們變胖 我們不會抱怨 你變胖 你會抱怨 我們變胖 你們也會抱怨啊 嚇嚇 嚇嚇吧 好 想要吃了 算了啦 今天 想要吃了我前女友 因為她是 她是每一次恐嚇我 就是你會得癌 恐嚇我 她說你會恐嚇我 她就恐嚇 你會得癌症 這件事情是為了我好 因為她之前在醫院工作 所以她接觸的病例是很多癌症病例的 所以每一次比如我去吃 因為我很愛吃一些比較不健康的食物 像比如我去吃麻辣鍋 她就會說 食道癌 胃癌 大腸癌 然後我去吃油炸的食物 她就會說 大腸癌 然後你就是每一次你要去吃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到底要不要吃 就會搞砸你那個心情 然後還有一次 我也很喜歡喝那個珍珠奶茶 她就說 喝珍珠奶茶雞雞會變小 好難 這嚴重喔 然後你根本就不敢喝啊 這很嚴重啊 天啊 是你每天都一杯珍珠奶茶 對啊 小兩個 謝謝 我們製作人 很小 誰說很小 每天一杯啊不是吧 你這樣還找得到嗎 上廁所有什麼 有啊 我還以為你有看過 我沒有 就是女優的愛 就是害上的地方就是 我愛吃台灣的食物 然後她也知道 然後其實為什麼這個 我是說這個會害上 就是因為我有做很多就是 就是工作就是要脫衣服的 蛤 蛤 這是一份怎麼樣的工作 你做什麼 就比如說模特兒 或是我也是健身教練 然後健美生 我也是比過健美比賽 健美先生 對 所以就是有很多就是那種 哇 哇 哇 對 這個是十塊雞嗎 天啊 好像 還好啦 哇 哇 哇 為什麼可以怎樣 怎麼會這樣 就這個是我 真的假的 這是我剛比完健美比賽過 天啊 你有沒有喝過珍珠奶茶 我 照片借我拿回去給我老公看 謝謝 其實我那個時候 我就是很瘦 就是要很辛苦的就是很乖吃 然後就是女朋友就是會 就是我很累回來健身房完之後 就是健身完之後 她會幫我買吃的 如果你要真的減肥的話 真的要很認真 不可以把你的女朋友 或是對方就是害傷你這樣子 微胖 真的 我個人有一些生活習慣很特殊 就是 因為我老公拿筷子很醜 他會食指這樣子伸出來 我就覺得這樣子很難看 我花了三年的時間 我逼他要把筷子拿好 不拿好你就是不要吃飯 這樣 因為我們家就是這樣子教的 好嚴格喔 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真的比較誇張 他說 他說你不記得 你那個時候你花了三年的時間 每天看到我拿到筷子 你就跟我講說 不要這樣子拿筷子 不要這樣子拿筷子 然後有一天我們在小吃店 我老公那一天在小吃店 他就這樣 整個摔筷子 他就啪 他就說 你不要再逼我拿筷子了 我就是要這樣子拿 我這樣子拿 四十年我也沒有餓死過 終於被你逼瘋了 對 然後我就心裡想說 好 對不起 我錯了 我以為我這樣子是為他好 結果真的是把他逼瘋了 真的 對啊 好逼迫耶 就是要這樣的故事 這一集應該就是要這樣的故事 你要這麼激烈嗎 就不知道前面他們在講什麼 這個才是把人家逼瘋的故事 真的耶 真的 真的會把我逼瘋 我女朋友為我好的錢真的很奇怪 大家有遇過那個嘴巴破洞嗎 是 就這裡傷口 嘴內破 超級痛對不對 明明就我家的旁邊 就有藥物局可以買藥 我女朋友就不讓我買 她在用鹽巴就灑在這裡 對 那是最快的啊 樹烤 那是最快的 沒有 那個只是很痛而已 我有經驗過 膠炎啊 對 明明就旁邊有藥局 為什麼不讓我買藥 我有錢啊 我可以繼續去買啊 我女朋友就很奇怪 就灑鹽巴的時候 她感覺很爽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很爽 那就是在整妳啊 我前一段時間就是為了要寫一個案子 然後經常的熬夜 我在辦公室大概都會上班到 可能有時候十二點或是凌晨 天亮了幹嘛的才回家 那因為我在辦公室裡面 就不可能隨時戴著眼鏡去 那我老公就覺得說 你每天這樣子盯著電腦螢幕 然後看著手機這樣子 很傷眼睛 所以她很好意的 就幫我配了一副藍光的那個眼鏡 叫我隨時要戴著這樣子比較好 可是因為我 我們那種從高中開始 就一直戴著隱形眼鏡的人啊 其實對於那種眼鏡戴久的 會覺得耳朵後面很痛 然後鼻子這邊會很痛 然後她就有一天 就直接跟我發脾氣 她就說 眼鏡是妳的 要顧不顧妳自己看得辦 她眼鏡壞掉的就是壞掉的 絕對不會再好 妳們兩夫妻都有強迫症啊 可是她真的是為我好 然後我那時候當下 因為我覺得我把我的案子寫好 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就真的 不想要去聽她 可是越想她的話 好像越覺得對耶 我們到這個年紀 妳就是要好好保養照顧自己 我就上網去查 然後就發現說 雞精大廠它有出一款 黑醋粒葉黃素 它吃了以後呢 可以幫助妳的眼睛啊 好好地保養它的功能 它等於就是幫妳的眼睛 戴上了太陽眼睛一般的功能 這個最主要的就是 黑醋粒裡面花青素的功能 那妳吃下去的時候呢 因為它的味道很特別 我今天是有帶 然後大家可以吃吃看 它這個很特別是 黑醋粒跟金斬花 那重點是在於 它這個顏色是藍藍的 一般我們吃到外面那個 什麼葉黃素啊 它大概都是綠綠的 或是黃黃的這樣子的顏色 如果妳怕妳自己吞不下去的話 妳可以直接把它咬開來 咬開就是黑醋粒的味道啊 對 那我看一下妳的舌頭 妳還好耶 我的舌頭有藍藍的嗎 有 好藍喔 好紫喔 它其實不用擔心 它不是什麼那個 染色劑或是什麼那種色素在裡面 它其實是天然的花青素 你慢慢地喝水吞掉之後 它就會消退了 然後我老公後來看到 我在這樣子保養自己的眼睛之後 他就不再黏我了 我覺得這樣很好 因為像我是開過近視擂射手術 所以其實我們會很怕光 會光喔 會 會味光 然後我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的眼睛都會乾到好像在沙漠一樣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隱形眼鏡戴不住 然後我才去 乾眼症 對 有一點點 然後我就趕快做那個近視手術之後 他就跟我講說妳會很怕光 然後所以我只要就是不用到大太陽 我只要覺得外面的那個 會刺眼對不對 對 我就會習慣性會有點想瞇眼睛 然後他就 然後醫生就有提醒我說 因為我們等於是二度手術把它調回來 你要更要保養它 我最近也覺得眼睛好乾 就是會很乾 就是你會瞬間就覺得 然後眼壓會很高 對 而且你們有沒有發現說 因為我們最近都是很好的天氣大太陽 然後有時候那個路面啊 如果它顏色比較淺的話 反光照上來其實它是更傷眼的 那個是很像我們在雪地裡面 直接眼睛會那種 紫外線嗎 紫外線是很傷眼睛 所以你有些成分其實很好 真的是會這個樣子 所以如果你有吃的話 因為如果我們自己眼睛在不舒服 第一個動作是什麼 我們一定是先填眼藥水 可是醫生他們都有講 他說最好的方式就是 應該說治癢眼睛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自己的淚液 而不是要去靠這些藥物 或是說什麼人工的 那都不太好啊 對 眼睛到最後會依賴 那你如果有服用像這樣子的保健食品 因為我剛剛講說它裡面那個花心酥 它可以減緩眼睛的不舒適 其實我自己吃完之後 我真的感覺說眼睛是有比較滋潤 而且以前常常那種發炎啊 會想要去揉眼睛的感覺啊 消退很多 我們之前還有看過什麼藍光 抗藍光眼睛 我本來就自己想買 有喔 而且我也有買過啊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眼睛乾 然後我就買一個抗藍光 然後就放在床旁邊想說 我每次用手機就要記得要戴 然後戴到最後 然後我就覺得真笑耶 就覺得最好這一隻有 因為我還是覺得眼睛很酸 它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而且我常常就是看了五分鐘 想說我忘了戴那個眼鏡 然後就要再把它拿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很沒有意思 戴一下 妳那一隻是化學課在用的吧 因為她就是很喜歡在晚上睡前的時候滑手機嘛 那我就覺得說那妳既然要滑手機 那妳乾脆就戴這個再防護一下 對 另外一隻是什麼 另外一隻這個就是也是讓她睡前的時候 想說她一整天就是很愛滑那個 眼部按摩 對 就是妳就直接戴上去 然後按摩個十幾分鐘 然後還可以幫她就是疏痛一下那個眼壓 然後她也比較好入睡 對 但是她其實大概 戴一個禮拜吧 她就不戴了 她覺得這太麻煩了 我就在整她 我印象最深刻是我在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想要趕快考上推薦真事 我就可以脫離高中生活 所以我那時候讀書很拼很拼 然後近視從國中畢業的兩百多度 到我高中畢業的時候大概是五百多六百度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害怕 那我媽媽就跟我講說妳這樣子的話 因為那時候哪裡有那麼多保健食品可以吃 我就自己很異想天 因為我媽講說妳就多吃一些紅蘿蔔 Beta胡蘿蔔素什麼 不是對眼睛很好 然後我就每一天去打一杯 紅蘿蔔蘋果汁 可是這不能喝多耶 會變黃痕 對啊 可是大家都說紅蘿蔔對眼睛最好啊 可是我那時候真的不知道 然後妳知道我那時候很假的 因為我就會早晚各買一杯 然後呢我還會要求老闆說 我的紅蘿蔔要雙倍 那妳真的喝完不能碰到太陽 真的 我後來整個人黃到我媽媽以為 我是不是乾出了問題 她說妳是臭灰搭 她怎麼會黃成這樣 因為那個會染色 對 我後來大概是停喝了一個月之後 我的身體才變成正常的膚色 對 然後後來因為長大之後 坦白講真的比較怕死 到了一個年紀 要開始好好的保養自己之外 我就懂得選擇說 妳要選擇保健食品 成分 內容妳自己要了解之外 而且又大廠 就很安全 對 重點是要找大廠有信用的品牌 然後它裡面那個成分呢 最好還是小分子的 因為它會比較好吸收 那當然重點是 像現在大家那個什麼 手機的那種低頭組啊 或是追劇組這麼多 拜託好好照顧自己之外 照顧自己之外呢 關心別人也是需要的 但是呢不要給別人壓力 不然的話適得其反 反而造成對方的反彈 對啊 對不對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我們分之一牆 下次見 拜拜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